加拿大激進組織 魁北克解放陣線1963年成立 目標以武裝組織 推翻魁北克政府爭取獨立 上世紀60至70年代 策劃超過200宗炸彈襲擊 1970年10月 魁北克解放陣線 綁架英國駐加拿大外交官 及魁北克官員 威脅政府釋放23名囚犯等條件 時任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回應局勢後三天宣布 引用戰爭措施法 宣布魁北克進入緊急狀態 派軍隊進駐魁北克省 鎮壓分裂分子 同時授權警方 可以無需搜令 直接逮捕及拘留可疑人士 激留期間不准見律師 如果一個社會 démocratique 持續存在存在 它必須能夠尊散 尊散 尊散 迷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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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此 政府 按照 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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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害 警方 加拿大政府的行動迫使分裂分子投降 史清十月危機 事件之後有灰毒人士成立灰北克人黨 策劃獨立公投 1980年5月舉行了首次公投 不過投票結果顯示獨立不得人心